现在让我们进入第29课的词汇脱口秀 Vocabulary Talk Show The first word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is Land Land 这个单词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它的意思 不就是土地吗 当然今天呢 我们不谈它名词的意思 我们要谈谈它作为一个动词的含义 这个词作为动词的时候 可以表示降落着陆的意思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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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 plane, bird or insect lands It moves safely down onto the ground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飞机场 看到一架飞机安全地在跑道上着陆 我们可以描述说 The plane landed safely on the runway 大家还记得这个runway什么意思吗 对了就是飞机的跑道 当然你也可以说 The pilot landed the plane safely on the runway 飞行员呢 把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 所以这里的Land 它也可以做一个集物动词 所谓的集物 顾名思义就是触及到后面的物体嘛 所以你发现Land 后面可以跟上一个名词做它的兵语 此外呢 你还可以这样表达 The plane touched down safely on the runway 诶 这里用了一个词组叫touchdown 字面意思呢 就是表示向下接触到地面 大家能想象一下飞机从空中逐渐地下降 向下逐渐接触地面的画面吗 这个是不是就是touchdown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所以touchdown也可以表示Land 也就是降落的意思 飞机在跑道上降落 说明它是安全落地了 但是呢如果它无法正常地落地 要紧急地迫降该怎么表达呢 比如说一架飞机出了故障 必须在沙漠里迫降 我们可以说 The plane crashed landed in the desert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词叫crash land crash这个词啊 原意表示飞机撞在地上了 那坠毁了 但是呢crash land就没有坠毁了 而是紧急地迫降在某个地方 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啊 美国纽约当时有一架飞机起飞之后啊 撞上了几只飞鸟 于是呢引擎出了故障 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啊 机长呢非常冷静地把飞机啊 迫降在纽约的哈德逊河上 After knowing both the engines were in trouble The captain calmly crash landed the aircraft on the Hudson River 而令人惊奇的是啊 当时所有的乘客都安然无恙 It was miraculous that all passengers were safe and sound 我们曾经学过这个单词啊 Miraculous就表示像奇迹一般的 Safe and sound就表示暗然无恙的意思 这起事件啊轰动了整个美国 机长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啊 也感动了很多人 当时美国纽约州的州长David Patterson 把这一次无人遇难的空难事件 称为Miracle on Hudson 叫哈德逊河上的奇迹 It'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rash landings in history 这也是整个历史上啊 最成功的一次破降之一 那么要注意land这个词啊 除了可以表示飞机的降落之外 也可以指其他的一些飞行物啊 比如说像宇宙飞船等等的登陆也可以称之为叫land 我们知道1969年的时候啊 人类啊首次登上月球 我们可以说in 1969 the first man landed on the moon 所以小结一下land作为名词呢 大家很熟悉了表示土地 作为动词使用就表示啊 降落在某个土地上 紧急迫降呢就叫做crash land 好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二个单词啊 叫plow p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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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啊相信很多同学可能就不熟悉了 它表示耕地用的那个梨 a plow is a large farming tool used to turn over the earth so that seas can be planted 梨呢就是在播种之前啊 用来翻土的一种农业的工具 我相信很多同学呢不在农村里待着 一般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是特别熟悉了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plow 这个单词还可以做一个动词使用 它就表示离地耕地的意思 when someone plows an area of land they turn over the soil using a plow 现代农业的耕地呢都会用一些大型的机械啊 但是呢在过去呢人们是使用牛来耕地的 in the past the land was plowed by oxen oxen呢就通常用来离地的这种公牛 现在呢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里 虽然呢我们也没有机会去体会耕地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是呢你一定能知道耕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所以呢plow 这个词啊就引申为很艰难的很费力的做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一次呢你来到一个大雪纷飞的地方啊 比如说来到东北的临海雪园 在一尺深的雪地里走路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 所以你就可以说 we are plowing through the deep snow 我们在雪地里艰难的前行 这种感觉就好像在雪地里耕地离地一样 再比如你在大雪里学习 如果你想写一份好的报告啊 往往需要读大量的资料 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当时为了写一个好的报告啊 要在图书馆里面待好几天的时间 阅读几百页的资料 in order to write a good report the students have to plow through hundreds of pages of material 所以这里我用了一个表达 plow through hundreds of pages 你能不能想象出一幅画面来 你在图书馆里面翻阅这一本大部头的书籍 就像在知识的田野里啊 辛苦的耕地一样 so to plow through here means to read all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when it's difficult or boring and takes a long time 所以当你要表达 你要阅读一大堆资料 或者说一大本书的时候 尤其是特别难 特别枯燥的一本书 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plow through a book 这样一个表达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课的第三个重要单词 叫lonely 什么叫lonely呢 也就是一个人非常孤独的意思 特别注意一下 alone这个词啊 它表示的是单独一个人的意思 而lonely呢 强调的是心里感到孤独 so you hav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words 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两个词的差别 lonely这个词啊 不能来表达单独一个人 we should not use lonely to mean without anyone else 我们必须要说 alone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来造一些句子啊 比如说 有个女生呢叫Susan 她很害怕一个人在家 我们应该怎么表达呢 Susan is afraid to stay at home alone 所以这里我们要用 alone来表达一个人 而不能用lonely 因为lonely啊 强调的是心理上的一种孤独 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有一个人叫Michael 他虽然一个人居住 但是呢 他从不感到孤独 Michael lives alone but he never feels lonely 为什么呢 because he has a lot of books and enjoys reading 因为啊 他有很多的书为伴 他喜欢阅读 所以呢 他的心理上啊 并不感到孤独 所以我们的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人呢 害怕孤独 有些人呢 却喜欢独处 some people are afraid of loneliness but others enjoy solitude 这里呢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词叫 solitude 他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being alone 也就是独处的意思 但通常呢 他指的是一种啊 特别宁静 快乐的一种独处的状态 solitude is the state of being alone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peaceful and pleasant 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 一个人如何呢 喜欢独处 而不害怕孤独呢 其实啊 当一个人拥有真正的爱好的时候 他呢 就不会感到孤独 when a person has true hobbies he or she will never feel lonely 美国有一位女作家 叫May Sartan 她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loneliness is the poverty of self solitude is the richness of self 什么意思呢 孤独啊 是内心的贫瘠 而独处呢 是内心的富足 当你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那么其实啊 独处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而如果你内心空虚 即便你身处滚滚红尘 滑滑世界 你也可能感到孤独 那么既然lonely 可以表示一个人很孤独 如果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地方 a lonely place 又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字面的意思啊 就是让你感到非常孤独的一个地方 你想象一想 你来到了一个非常荒芜的 人际罕至的一个孤岛 白天的时候 你能看到的景象就是 千山鸟飞绝 万进人踪面 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也只能举头望明月 低头似故乡 这样的一座岛屿啊 就叫做a lonely island 所以lonely这个词啊 就可以引申为非常荒凉的 人际罕至的 荒芜人烟的意思 一条人际罕至的街道 可以叫做a lonely street 你顺着这条街道 往前走 发现了一个偏僻的 荒芜人烟的小村子 就叫做a lonely village 所以大家记住 所以大家记住 lonely这个词啊 不仅仅可以表示 心理上的一种孤独 也可以表示一个地方 人际罕至的意思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聊这一课的 第四个重要单词 叫roof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房顶的意思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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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oof is the structure that covers the top of a building 一桩房子的顶部呢 就叫做the roof of house 一辆车的车顶呢 也可以叫做the roof of a car 一个帐篷的顶部呢 同样也可以称之为 the roof of a tent 所以roof的核心意思 就是顶部的意思 the top of something 所以在口语当中呢 roof呢 有很多的隐身意 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一个学习方法 虽然很多单词 它是多一词 但是呢 如果你掌握了 它的core meaning 它的核心意思 再加上association 也就是联想的话 那么你学习起来 就会容易得多 接下来呢 我考大家一些 关于roof的表达 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 它到底什么意思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at's the roof of your mouth 我们的嘴里面呢 也有一个roof 是什么呢 对了 也就是张开嘴 你能看得到 嘴的顶部 就是上额的意思 我们再来听一句话 the oil price has gone through the roof and many drivers are complaining oil price就是油价的意思 油价呢 has gone through the roof 什么意思呢 字面意思啊 就是油价已经冲破了屋顶 也就是说油价已经暴涨 所以后面讲 many drivers are complaining 很多司机都在抱怨 我们复习一下 抱怨的表达叫 complain 好我们再来听一句话 my father went through the roof when I told him that I failed the exam once again 当我告诉爸爸 我的考试又没过 他呢 went through the roof 什么意思呢 想象一下爸爸的怒气 把房顶都掀翻了 所以go through the roof 就是一个特别形象的表达 怒气冲天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 hit the roof hit h-i-t 这个词可以表示撞上的意思 他的怒火都撞上了房顶 也就是怒气冲天 if you hit the roof or go through the roof you become very angry and usually show your anger by shouting at someone 所以当你要表达一个人火冒三丈 而且尤其是对着别人大喊大叫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he went through the roof 或者说 he hit the roof 好我们再来看一句话 it was quite common for four generations to live under one roof in the past 这句话当中说到 在过去呢 四代人 four generations 他们都live under one roof 是一件非常common非常普遍的事情 请问大家 这里的 live under one roof 什么感觉呢 很简单 也就是住在同一屋檐下 那也就是似是同堂嘛 所以当你的头上有一个屋顶 那就表示你住在一个房子里 那么如果我说 the man doesn't have a roof over his head 这句话又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人 头上没有屋顶 是什么感觉呢 对了 也就是他无家可归 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不幸的人 无家可归 食不果腹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还有房子 可以遮风避雨 有食物可以冲击 我们就应该感恩 when thinking about those people without a roof over their heads and suffer from hunger we should be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roof over our heads and food on the table 所以大家发现 roof这个词啊 在口语当中 还是有很多精彩的表达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五个重要单词 叫做block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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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是什么东西呢 它最基本的含义呢 是一种形状 什么形状呢 表示一个方块 可以是一个立方体 或者说一个长方体 这是block 它的核心含义 core meaning 比如说大家小的时候 都玩过积木 大家知道积木 在英文当中怎么说吗 很简单 就叫做 wooden blocks 比如 一个小孩呢 用积木搭了一桩房子 我们可以说 the kid built a house out of wooden blocks 而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 来到槟城哈尔滨啊 你可能会看到冰雕 有一桩房子啊 完全是用冰块打起来的 你可以说 the house was built out of blocks of ice 所以一个大冰块啊 就叫做 a block of ice 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block of ice啊 通常呢指的是 体积比较大的那种冰块 如果有一天 你在餐厅里面喝可乐 或者说喝其他的饮料 需要加一点冰块 那个小冰块 可不能叫做 blocks of ice 那叫什么呢 叫做ice cubes cube cube 就是一个小方块的意思 a block 这个词啊 通常表示比较大的方块 所以blocks 有时呢 就可以用来表示啊 一些大石块 我特别喜欢英文当中 有一句谚语 叫做 turn your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什么意思呢 stumbling blocks 就是绊脚石的意思 而stepping stones 就表示垫脚石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要把绊脚石 变成你的垫脚石 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绊脚石 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 把你绊脚之后 你应该怎么做呢 最好的姿态啊 就是爬起来 拍拍尘土 踩在这个绊脚石上 继续的前进 于是呢 这个绊脚石就变成了你 前进的垫脚石 我们再次欣赏一下 这句非常棒的谚语 turn your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好了 我们学会了block 它的核心意思啊 表示方块 那么它的一些隐身意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比如说你会发现 block 它还可以表示大楼 为什么表示大楼呢 因为 现代的建筑当中 一个大楼啊 往往就是一个大方块 比如一个办公大楼 我们可以称之为 an office block 一幢公寓大楼呢 也可以称之为 a block of flats flat就是公寓的意思 当然在美国呢 公寓也称之为apartment 所以呢 公寓大楼也叫做 an apartment block 另外呢 block在生活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 就是它可以表示街区 大家想象一下地图 在城市里呢 往往四条街道啊 就可以围成一个方形的区域 这个方形的区域呢 就称之为一个block 而这个方形区域的一条边呢 也就是一条街 也可以叫做一个block 这个词呢 在我们问路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 比如说 有一次呢 你到华盛顿去旅游 你想去白宫 但是呢 你又不知道怎么走 于是呢 你就问了一个外国朋友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white house? 他会来你说 Oh It's just two blocks away from here 什么意思呢 他说白宫啊 离这只有两个街区 他又继续说 You may just walk two blocks down this street 你可以沿着这条大街啊 走两个街区就到了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有一次呢 你跟一个外国朋友啊 在美国的一条乡村的小路上开车 突然你的朋友呢 把车给停了 你问他说 What happened? 他说 A fallen tree is blocking the road 诶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A fallen tree 就是一棵倒下的树 It's blocking the road 注意这里的block 它用作了动词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象一下 block 竟然可以表示一个大石块 如果你把一棵大石块 放在路中间 那是什么感觉呢 对了 就是 阻挡阻碍的意思 所以 A fallen tree is blocking the road 就是说 一棵倒下的大树 把路给阻断了 所以大家发现 虽然block 它的隐身意很多 但是呢 这些意思啊 都和它的本意 也就是它的核心意思 方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它的核心意思 再加上一些联想能力的话 那么单词就很容易掌握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课的第六个重要单词 叫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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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名词呢 它可以表示公寓的意思 当然 之前呢 我们刚刚讲过 这是在英国的用法 如果在美国呢 通常公寓叫做 apartment 要注意的是 flat 还可以用作一个形容词 它可以表示 平的 扁的 注意 这是它的核心意思 core meaning 当然这个词啊 在口语当中有很丰富的含义 我们要充分地展开你的联想能力哦 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My mom likes wearing flat shoes 什么叫flat shoes呢 对了 就是平底鞋的意思 平底鞋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简化为flat 把flat变成一个名词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有一次呢 你开车的时候 突然车胎别了 于是呢 你不得不把车啊 停在了路边 过了一会儿呢 一个好心的司机啊 发现了你可能遇到了困难 于是他停下了车 问你说 Hey What's going on Do you need a hand Hey 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需要帮助吗 而你要表达说 我的车胎别了 所以呢 不得不把车停下来 那么这句话用英语 应该如何表达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 诶 别这个词怎么说呢 其实很简单 就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单词 叫flat 你可以说 Oh I had a flat tire So I have to stop the car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车胎如果都flat 都扁了 是不是就是没气了呢 Getting a flat tire When you are driving Can be very dangerous 开车的时候 如果车胎别了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哦 所以flat 你看啊 它可以表示车胎没气了 另外呢 还可以表示特别有趣的一个意思 比如你看到一个外国朋友 手中拿了几个电池 它说 The batteries have become flat 诶 这句话它想说什么呢 它说这个电池变得flat 这个flat 字面意思表示扁了 电池扁了 什么意思呢 当然不是电池的形状扁了 而是这个电池没有电了 就好像一个车胎没气了 跑不动了 就相当于说 The batteries are dead 我们再看一个场景 假设你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 有一次呢 你参加了公司的一次 商务会议 演讲人呢 做了一个商务的报告 说了这样一句话 During the first month Sales of small cars increased 30% While sales of vans stay flat 它讲到了两种车的销售 small cars 也就是小型车呢 增长了30% 然而呢 Sales of vans 也就是面包车的销售额呢 stay flat 考考大家 这里的stay flat 什么意思呢 stay可以表示保持的意思 flat表示扁平 保持扁平 不就是没有增长的意思吗 所以这里的flat 就可以理解为 很不景气 很不兴旺的意思 所以你发现 只要掌握了flat 它的核心含义 扁平的意思 在各种场景当中 展开你的联想 其实很多句子 你就不难理解了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 这课的最后一个重要单词 叫desert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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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读唱 de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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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的意思呢 表示荒漠 沙漠的意思 我考大家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largest desert on earth 地球上最大的desert 在哪呢 很多同学可能会回答 沙哈拉大沙漠嘛 the Sahara desert 但是啊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不是Sahara 而是什么呢 the right answer is Antarctica 也就是南极洲 Antarctica is actually the largest desert on earth 很多同学可能会感到奇怪了 desert不是表示沙漠吗 那么南极洲并没有沙子啊 其实上啊 大家记住 desert它的核心含义啊 其实并不是沙漠 而是什么呢 而是荒漠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没有人烟 降水稀少的地方 所以呢地球上呢 还有两块啊 比沙哈拉更加大的荒漠 在哪呢 一个是南极 Antarctica 另一个呢 是北极 The Arctic 所以Sahara呢 只能算是地球上 第三大的desert 第三大荒漠 当然它可以算是 热带最大的荒漠 The Sahara is the largest hot desert and the third largest desert in the world after Antarctica and the Arctic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一个人在 沙哈拉大沙漠里 孤单地行走 四处荒凉 与野人为伴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会觉得 整个世界抛弃了你呢 所以desert这个词啊 还可以引申为一个动词 就表示抛弃的意思 就相当于啊 很多同学在词汇表当中 背道的第一个单词 叫abandon 如果一个丈夫 抛弃了他的妻子 我们可以说 the husband deserted his wife 再比如 a deserted airport 就是一个被废弃的飞机场 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desert这个单词啊 它的拼写和另外一个单词 特别的像 叫dessert D-E-S-S-E-R-T 它多了一个S dessert什么意思呢 对了 就是我们吃西餐的时候 甜点的意思 以前有个同学啊 给一个老外发短信啊 说我喜欢吃甜点 I love eating dessert 一不小心呢 就少写了一个S 于是变成 I love eating dessert 我喜欢吃沙漠 这可把老外给吓坏了 所以在拼写的时候 大家注意哦 大家发现 今天我们讲的很多单词 都有很多的意思 但是呢 你只要掌握了核心意思 加上联想能力 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 那就会事半功倍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词汇脱口秀 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进入 第29课的巨型金讲 Key Structures 这课当中呢 作者提到了一个机长 叫Captain Ben Fawcett 他刚刚买了一辆 神奇的瑞士小飞机 这架飞机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呢 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 about it however is that it can land anywhere on snow water or even on a plow field 那么这个句子当中啊 最重要的一个语言点呢 就是 表语重句 它在哪里呢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 about it however is that 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 大家注意这个is 后面跟上that引导的一个重句 这个重句呢 就称之为叫表语重句 在讲这个原点之前呢 我们现在回答一个 很多同学可能有的疑问 就是 表语是什么东东呢 很多语法书呢 喜欢编出一些特别令人费解的名词 比如说 语法中的细表结构 我相信呢 全中国95%的同学 都听过所谓的细表结构 但是呢 很少有同学真正知道 它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叫表语呢 其实特别简单 所谓的表语就是 表示主语特征的词语 好 再说一遍 表示主语特征的词语 比如说 abby is beautiful 主语是abby 那它有啥特征呢 beautiful 所以beautiful呢 就是表示主语abby特征的一个词汇 简称表语 你看 其实特别简单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 它也称之为叫 主语的补足语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补充说明主语特征的词汇 而is 这样的B动词啊 它并非一个具体的动作 而是连接了主语和表语 所以呢 被称之为叫做联系动词 叫linking verb 那什么叫表语从句呢 所谓的从句 它的本质思维就是 用句换词 什么叫用句换词呢 也就是用一个句子啊 来替换原来做某个句子成分的单词 所以表语从句呢 也就是用一个句子来表示主语特征的句子 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造学句子吧 比如说 你有个朋友叫Michael 他的想法特别奇怪 你可以说his idea is strange 所以这句话当中的表语是谁呢 表示主义特征的词就是strange 为什么说Michael的想法很奇怪呢 因为啊 他的想法是 我们应该搬到火星上居住 his idea is that we should move to mars 所以这句话当中 我们用that we should move to mars 这样的一个从句 来替换了前一句当中 strange这个表语 于是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表语从句 从句呢 往往可以比单词啊 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那么大家发现 从新概念二色的第二单元开始啊 我们的句子的长度和难度都增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有一些成分 它原来是单词 而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句子 也就是所谓的从句 比如说我们学过定语从句 也就是用一个句子来充当定语的成分 那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啊 大家要特别注意 从句是我们在中高级英语阶段 要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那么今天呢 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表语从句 那么注意 表语从句啊 通常是跟在必动词之后 最常见的呢 就是用that来引导 当然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特殊疑问句啊 变成一些表语从句 用why,how,when,where,what 等等连接词来引导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些造句的练习 帮助大家找找表语从句的感觉 第一句话很简单 中国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句话英文怎么说呢 China is where I was born 大家注意了 这里的where I was born 其实上来自于一个特殊疑问句 我出生在哪呢 where was I born 那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你在把它变成一个表语从句的时候 要用陈述句的语句 China is where I was born 你不能说 China is where was I born 有同学可能会再加问一句 为什么要改变语句呢 道理呢 很简单 也就是告诉你的听众或读者 这句话它可不是一个疑问句 而只是一个从句的作用 同样在病理从句当中 我们也需要调整语讯 比如说他问我 我出生在哪儿 你应该这样来表达 He asked me where I was born 好 我们来造第二个句子 有一次呢 你参加了一个野外远足的活动 从天亮走到天黑 你累得筋疲力尽 鸡肠碌碌 但是呢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晚饭呢 你对旁边的朋友Michael说 我有个疑问呢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开饭呢 My question is When the dinner will be ready 他回答你说 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That is what I am also concerned about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两句话当中 表语从句是不是都用了 成数句的语序呢 第一句话 When the dinner will be ready 而不是说 When will the dinner be ready 第二句话 What I am concerned about 而不是说 What am I concerned about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有一个小学生叫Kenny 他参加了一次考试 但是没过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考试他迟到了半个小时 当老师向他父母解释 为什么Kenny考试不及格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Kenny was 30 minutes late for the exam That is why he failed 大家注意 That is why something happened 这个表达呢 就是我们口语当中 特别常用的一个标语从句 表达的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 而当时最好笑的是 他还把T恤衫给穿反了 The most amusing thing was that he was wearing the t-shirt inside out 这句话当中 was that 后面跟上的也是一个标语从句 好 关于标语从句呢 我们先聊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来留意课文当中的 另外一个表达 It can land anywhere on snow, water, or even on a plowed field 注意 a plowed field 注意这里的plowed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作为定语呢 修饰field 表示什么呢 一块耕种过的土地 这里的plowed 它有被动的含义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谈 过去分词做定语 它的本质思维 如果你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或者说在看阅读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过去分词做定语 它表现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 大家记住了 两种思维 第一个是被动 第二个是完成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听到一个外国朋友介绍Mike 他说 Mike is a respected doctor 注意这里的respected 是一个过去分词 那它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就相当于说 Mike is a doctor who is respected 这里的respected 表示被动 也就是说 Mike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一位市长啊 在介绍自己的城市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Our city is very safe because we have many trained policemen 这里的trained policemen 怎么理解呢 其实就相当于说 We have many policemen who have been trained 这里的trained 用了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 也就是受过训练的意思 这位市长说的是 我们的城市很安全 因为我们有很多 训练有素的警察 我们再来造一个句子 前几天呢 警察发现了一辆 被盗的汽车 诶 被盗走的一辆车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偷盗这个动词 叫steel 但注意 车是被盗的 所以呢 我们要用steel的过去分词 也就是stolen 来修饰这辆车 a stolen car 就是一辆被盗的车 所以整句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a few days ago the police found a stolen car 那么这句话就相当于说 a few days ago the police found a car which had been stolen 那么要提示大家的是 当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的时候 这个动词啊 往往是一个 急误动词 除了表示被动之外呢 一个过去分词 作为定语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它还可以表示 完成的含义 比如说 一位退休的老师 在英文当中啊 就叫做 a retired teacher 这里的retired呢 注意它并不是被动 而是表示 a teacher who has retired 也就是 已经退休了的老师 再比如你要表达 一位已婚的男士 在英文当中就叫做 a married man 就相当于说 a man who has married 所以这里的marry呢 它是一个 不急误动词的用法 再比如 如果你听到别人说 the returned students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the students who have returned from abroad 表示 从国外归来的学生 随着我们国内经济的发达 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有越来越多的出国留学生呢 选择回到国内发展 归国留学生的数量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number of returned students has been growing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节 当过去分词 作为定语的时候 它往往可以表示 两种思维 第一种呢是被动 比方被动的时候呢 这个动词啊 往往是一个 急误动词 也就是后面可以跟上 一个宾语的动词 第二种思维呢 就是完成 比方完成的时候呢 这个动词啊 往往是一个 不急误动词 那么说完了 过去分词作定语啊 我们顺便来谈一谈 现在分词作定语 又表示了 什么样的思维和含义呢 所谓的现在分词呢 就是动词加上ing形式 那么它呢 往往也表示 两种思维 第一种是 主动进行 第二种呢 是表示一种常态 来我们来举些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曾经讲过啊 童话世界当中的 睡美人 在英文当中 怎么表达呢 对了叫做 The sleeping beauty 它就相当于说 The beauty who is sleeping 表示 Sleeping这个动作啊 是一个主动进行的动作 再比如 早晨 你看到东方 美丽的日出 冉冉升起的太阳 在英文当中 应该如何表达呢 很简单 叫做 The rising sun The rising sun means the sun that is rising 这个rise呢 是一个主动进行的动作 好 我们再来看一句话 Mary is an understanding lady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Mary是一个 understanding lady 请注意 这里的understanding 是不是表示一个 正在主动进行的动作呢 当然不是 这里的understanding 它说的是 Mary这个女士 她是一个 非常善解人意的人 就相当于说 Mary is a lady who understands other's feelings Mary是一个 能够了解 体会到别人感情的 这样一位女士 你看 这个表达当中 understanding 它实际表达的是 一种常态 并不是一个 正在发生的动作 再比如 很多同学喜欢看 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里 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 UFO 不明飞行物 那大家知道 UFO的全称是什么吗 对了 叫做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unidentified 这个词比较难一点 它表示 无法确认身份的意思 flying objects 在这里 并不是表示 正在飞的一个物体 而是表示 一个能飞的物体 这里的 flying objects 就相当于说 objects that can fly 再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学数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特别 令你困惑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可以称之为 a puzzling problem and what is a puzzling problem? a puzzling problem is a problem that puzzles people 这里的puzzle 表达的是一种常态 是一个能够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好 小解一下 现在分词呢 做定语呢 它通常的表达的是 两种思维 第一种是主动进行 或者呢 可以表达一种常态 下面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来理解 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 做定语的时候 不同的思维 我们来比较几组表达 我们常常在国际新闻当中会听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请问用英文如何来表达呢 发达国家叫做 a developed country 而发展中国家呢 叫做 a developing country 那为什么 发达国家用的是过去分词 而发展中国家用的是现在分词呢 如果你了解了 我们刚刚讲过的思维 就很容易理解了 a developed country is a country which has developed 一个发达国家 就是已经发展过的国家 或者说 已经完成了发展阶段的国家 所以这里用developed来表示 已经完成的动作 而 a developing country is a country which is still developing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发展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 是正在进行 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要用developing 现在分词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 在你烧开水的时候 这个水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做boiling water 还有一种叫做boiled water 有什么区别呢 对 boiling water 用的是现在分词 就相当于说 water that is boiling 那是什么感觉呢 也就是正在烧开的水 这个水正在沸腾着 滚烫滚烫的感觉 那么boiled water 是什么样的水呢 boiled 用的是过去分词 也就是说 煮沸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那也就是已经煮开了的水 也就是我们说的开水嘛 所以呢 请记住 开水千万不要说open water 它叫做boiled water 考大家一个问题 which kind of water is hotter boiled water or boiling water 哪一种水更烫呢 是boiled water 还是boiling water呢 答应该是 boiling water is hotter 因为呢 正在沸腾 那就是一百度的水嘛 而boiled water呢 可能已经是烧开了 那么温度呢 可能已经降到了一百度以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啊 可能很多同学都看过一部电影啊 叫做Titanic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呢 由于撞了冰山 最终沉入大西洋 我们在Titanic这部电影的最开始啊 看到几个深海探险者 乘坐深海潜水器 沉入海底 找到了Titanic的残骸 他们看到了这首已经沉没的巨轮 已经沉没的巨轮 用英文如何来表达呢 所以沉没这个动词叫sink 它的过去分词叫sunken 它的现在分词叫sinking 那么问大家 这里呢 我们应该用现在分词还是过去分词来做定语呢 对了 你应该说 they saw the sunken ship 也就是他们看到了已经沉没的巨轮 注意这里用sunken过去分词啊 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 而泰塔尼克号这部电影啊 正为我们还原了 当时泰塔尼克号下沉的那种震撼的场景 in the movie Titanic you can see the sinking ship sinking这里用现在分词啊 就表示这个动作是主动进行的 the sinking ship 就是正在下沉的轮船 相信大家通过这些例子啊 应该能够了解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的那种思维差异了吧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课当中的第二个重要句型 课文的故事当中提到 Fawcett机长 他的第一个乘客呢是一位医生 当时他从伯明翰啊 飞到在威尔士山区的一个偏僻的村庄 课文中是这样来描述的 Captain Fawcett's first passenger was a doctor who flew from Birmingham to a lonely village in the Welsh mountains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护引导的定语丛句 我们在28课的巨型经讲当中 重点跟大家来讲述过定语丛句的构成方法 那么我相信啊 这句话如果让同学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啊可能会这样说 Fawcett机长的第一个乘客 是一个从博明翰飞往威尔士山区的 一个偏僻的村庄的医生 诶 大家发现没有 你在表达这句中文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别扭呢 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中文当中的定语位置都在什么地方呢 对了 都在被修饰词的前面 也就是前置定语 那么前置定语有什么缺点呢 也就是它无法太长 大家发现没有 在中文当中 如果说你的定语当中 超过了两个以上的得字结构 这个定语啊就特别的别扭 那怎么办呢 今天啊我们就来讲讲 定语从具的理解技巧 和它背后的思维规律 请大家先记住八个字 叫复杂定语 断句理解 什么意思呢 对于复杂的定语啊 大家不要想的把它 变成中文当中的得字结构 而应该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刚才课文中的这句话 你应该把它理解为 Fawcett机长的第一名乘客 是位医生 他从博明汉飞往 威尔士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庄 也就是把户换成他 然后呢变成了一个新的句子 哎你看这么理解 是不是就顺畅了许多呢 那有同学可能会说了 哎呀东星老师 你这是故意的照顾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其实我告诉大家 刚才我用的这种断句理解的方法 同样是英语母语人士 在理解这类复杂后制定语时 采用的一种思维轨迹 所以Native Speakers 它是不会把后制定语 搬到前面去 变成前制定语 再加上一个嘚字 才能理解句子信息的 也就是说 复杂的后制定语 它在很大程度上 只是在沟通的时候 给予我们的听众 一些补充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在理解的时候 就可以用断句的思维 它的技巧就是 当你读到who的时候 就偷偷地在心里 把它换成指代的对象 也就是前面的the doctor 或者换成他 我告诉大家 你这么理解的话 你的思维速度 就跟上了母语人士的速度 所以大家记住 我刚刚讲过的八字口诀 复杂定语 断句理解 当然我一直在讲 很多语法现象背后 是有它的思维规律的 那我问大家 为什么英语当中 有大量的后制定语呢 它的思维本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英语当中有一个 先判断后细节的整体思维 所以定语从句的本质作用 就是八个字 不仅修饰 还有链接 我再说一遍 非常重要的内容 不仅修饰 还有链接 也就是说 定语从句啊 它不仅仅是 起到像中文中定语一样 修饰的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链接判断句和细节句 使得句式呢 更加的紧凑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来体会一下 定语从句当中的 链接的思维 有一次呢 你在一个会议上 遇到了一位女士 你的朋友介绍说 The lady is a well-known lawyer 这位女士呢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 She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她从哈佛法学院毕业 诶 你发现这两句话 都是简单句 但是呢 它们有个共同的信息 或者叫做链接点 就是第一句话当中 The lady 就相当于 第二句话当中的 She 所以在表达的时候 如果想让句式结构 更加的紧凑的话 那么就可以用定语从句 把两句链接起来 The lady is a well-known lawyer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前面这句话呢 这个女士呢 是一个著名的律师 是一个判断句 而后面呢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只是补充一下细节 她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 所以当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你未必一定要处理成中文的前置定语 翻译成说 这位女士是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 一位著名的律师 那么这么翻译呢 虽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如果我把细节句再变得更长 你就根本无法处理成中文的 得字结构了 比如这句话如果变成 The lady is a well-known lawyer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and who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since her graduation 你发现后面的定语从句 非常的长 大家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把这句定语从句 变成前置定语的话 会是怎样的呢 有些同学可能翻译成 这位女士是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 自毕业之后 就一直为政府工作的 著名的律师 你看这样理解的话 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累呢 大脑当中 是不是有一种缺氧的感觉呢 所以如果你知道 定语从句在这里 主要表达的是一种链接的作用 那么你就可以断句理解 你可以解释为 这位女士是位著名律师 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毕业之后呢 一直为政府工作 你看这样理解起来 是不是特别轻松自如呢 而且我告诉你啊 所有的native speakers 也是按照这样一种模式 来处理信息的 正因为定语从句 有这种链接的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呢 英文当中也在 who which这些关系代词前面 加上一个逗号 比如刚才那句话 the lady is a well-known lawyer 豆号 who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and who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since her graduation 这样一来呢 这个定语从句啊 就变成了很多语法书上 所谓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很多同学没高懂 什么叫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突出定语从句的链接功能 它相当于做了一个记号 告诉读者说 这个定语从句啊 后面表达的只是一个细节的描述 并不是像中文的前置定语那样 起到修饰和限定的作用 正因为有链接的作用 所以英语当中啊 还有一种特殊的定语从句 也就是which 有的时候啊 它可以指代前面的一句话 或者说描述的整个状况 你有一个同学叫mark 有一天呢 他不经理允许啊 用了你的电脑 你特别生气的向朋友抱怨 mark used my computer without my permission which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这句话如果写下来的话 which前面通常会有个逗号 那么这里的which指代什么呢 指代的是前面整个判断句 所描述的状况 也就是mark竟然没有经过 我允许就用我的电脑 后面逗号一下 which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这样一种做法 是我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里的which 就相当于我们中文中书啊 这件事儿或者说这种做法 就等同于说 this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或者说 this behavior was totally unacceptable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当中啊 进一步的帮助大家 来深度的理解了 定语从句的思维本质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 定语从句的思维本质是什么呢 六个字叫做 先判断后细节 它的本质的作用呢 注意八个字 不仅修饰 还有链接 因此呢 我们在理解定语从句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技巧 就是复杂定语 断句理解 简单定语呢 可以前置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了 复杂定语到底怎么判断 怎么界定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啊 就是复杂定语 通常在七个字以上 当然这个字数啊 不是绝对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啊 去判断一下 这个定语从句 它提到的 是否只是一个细节的补充说明 说到这里啊 我再次提示一下 学习语法的方法 语法的本质呢 是一种语言的思维和规律 那么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 要掌握从大到小 从宏观到微观的策略 也就是先掌握大的规律 然后呢 立刻投入到语言的实践当中去 也就是我们讲的 背诵和转述 去体会规律的用法 那么这个阶段呢 你肯定会犯一些错误 You will definitely make some mistakes but it doesn't matter 但是呢 不要紧 在这个阶段 你要允许自己犯一些错误 去比对一下 你的表达跟课文当中 以及我们课程当中的例句 有什么不同 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再次来听听 我们这堂课的总结 你就会发现 你对这些规律啊 有更深的体会 对语法的规律和规则啊 你不需要去死尽一背 你要背的只是文章和例句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做一些 定语从句的理解练习 请把下面几句话呢 翻译成中文 My best friend is the one who brings out the best in me 这是美国福特公司创始人 Henry Ford 他的一句名言 什么意思呢 他说 我的最好朋友啊 就是促使我成为 最好自己的那个人 所以这句话当中呢 who brings out the best in me 它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种 修饰的作用 当然这句话呢 我们也可以不执意 可以用意义的方法 也就是解释一下他的意思 最好的朋友 促使我变成最好的自己 下面呢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前南非总统 曼德拉 Nilson Mandela 他的一句名言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这句话当中 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 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你看 这个定语从句 并不是很复杂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处理成 前置定语 教育 是你可以用来 改变世界的 最有利武器 所以很多人说 投资什么 都不如投资自己的大脑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句子 We are living in the new world in which people are interconnected and share mo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这句话在理解的时候 你发现 in which 后面引导了一个定语从句 非常的长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 刚刚讲过的 断句的技巧来理解 We are living in the new world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 这句话非常容易 in which 就相当于 in this new world 所以我们可以在心里 默默地把which 替换成new world 在这个新世界里 people are interconnected 人们相互的连接 and share mo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也就是 共享更多的信息 我们重新地整理一下 就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 在这里啊 人们相互的连接 共享更多的信息 你看 这样一来 很多所谓的 这长男句啊 是不是都很容易理解的呢 好 下面啊 我们再一起聆听一下 苹果公司创始人 Steve Jobs 他的一句名言 这段话呢 来自于 他受邀在斯坦福大学的 毕业典礼上 所发表的一次 主名演讲 前面那句话呢 比较容易理解啊 就是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Your time is limited 所以呢 不要浪费时间啊 过别人的生活 So don't waste it leaving someone else's life 后面那句话呢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Dogma 最了 指的就是教条的意思 也就是 没守成规 乔布子说啊 不要被教条所困住 后面呢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注意这里的which指代什么呢 对了 这里的which啊 指代的是前面的整句话 也就是 如果你被教条所困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 按照被别人设想的结果而活着 所以呢 伟大的乔帮主 他的意思是 不要被教条所束缚 否则的话 那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所以乔布斯当时给整个苹果公司啊 设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Think Different 不一样的思考 所以你看 我们的课程也叫做 不一样的新概念 也希望能够启发大家 不一样的思考 让你的英文不同凡响 让自己与众不同啊 这也是很多美国企业家的价值观 我们最后呢 来欣赏一下 Warp Disney 也就是迪斯尼公司的创始人 华特迪斯尼的一句名言 The more you like yourself The less you are like anyone else Which makes you unique 你越喜欢自己 你就越不会像别人 这会使得你啊 变得独特 注意 这里的which 指代的是谁呢 指代的是前面的整句话 所以呢 我们也不需要把它变成前置定语 只要把它处理成 这就好了 好 今天剧行精巧的内容啊 相对比较多 同时呢 也很重要 也许呢 你并不一定能够听完一遍就掌握 但没有关系 因为啊 定语从句本身就是中英文表达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异 所以初学者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 大家可以在背诵转述的过程当中啊 仔细地去体会一下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一段时间之后啊 再次回过头来 听听这次课当中东兴老师的讲解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更深的体会 I'm sure after practicing for some time you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现在我们进入第29课的故事转述演练 story retelling first of all Let's retell the story sentence by sentenc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今天的转述场景是这样的 你有一个好朋友叫做Ben Fawcett 他是一个机长 是一个captain 最近呢 他开展了一项出租飞机的业务 有一次呢 你的外国老板叫做Mr. Walker 他想租一架飞机去参加一个紧急的会议 这个时候 你想到了你的朋友 Captain Ben Fawcett 于是呢 你向你的老板Mr. Walker推荐他的服务 你应该怎么说呢 你可能会这样开头 Hi Mr. Walker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my friend Captain Ben Fawcett's service Hi Walker先生 我想向你推荐我的朋友 Ben Fawcett机长他的服务 所以推荐这个英文单词叫做 recommend 他刚刚买了一架小型的瑞士飞机 叫做Pilotas Porter 现在呢 他在运营一个空中出租车的业务 He has just bought a small Swiss airplane called a Pilotas Porter and now he is running an air taxi service 所以运营管理啊 也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来表达 叫做run R-U-N 空中出租车啊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我们可以翻译成 Air Taxi Service 这架飞机呢 最多可以搭载七名乘客 所以啊 它是短途旅行的理想选择 The plane can carry up to seven passengers So it's an ideal choice for short haul trips 所以这里的up to啊 字面意思呢 就是向上能够到达多少 也就是最多能够多少的意思 所以up to seven passengers 也就是最多能搭载七名乘客 一个理想的选择叫做 an ideal choice which means a very good choice 短途旅行呢 在英文当中叫做 short haul trips 所以这里有个词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 叫haul H-A-U-L haul 这个词呢 原意呢 是一个动词 表示拖和拉的意思 引申为啊 拖运的距离 啊 所以呢 short haul trips 就是短途旅行 那么长途怎么说呢 对了 long haul trips 一个长途的航班 就叫做 a long haul flight 好 我们继续转述 这架飞机啊 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啊 它不需要跑道 就可以降落 the most amazing thing about a plan is that it doesn't need a runway for landing 最令人惊叹的这个单词啊 除了用surprising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amazing 这是在口语当中 更加精彩 更加常用的一个表达 飞机跑道 注意叫做runway a runway for landing啊 就是用来降落的一个跑道 这个飞机呢 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降落 在雪上 水上 草原上 甚至是在跟过的田里 you can land anywhere on snow water grassland or even on a plowed field 因此啊 你几乎可以去 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therefore you can go almost anywhere you want 所以you want 后面啊 其实省略了 to go 就相当于说 you can go almost anywhere you want to go 发赛机场的 第一位乘客 是一位医生 他当时必须要从 伯明汉飞到 威尔士山区的 一个偏僻村庄 去治疗一位 生了重病的女士 Captain Fawcett's first passenger was a doctor who had to fly from Birmingham to a lonely village in the Welsh mountains in order to treat a seriously ill lady 那么这句话的转述呢 我们在课文的基础之上 加了一些细节 这位医生 当时为什么要紧急地 飞到威尔士的 一个山区呢 很可能是要去 抢救一位 危重病人 我们要回顾一下 上一堂课当中 我们讲过 这里的who 引导的定义虫居 更多地起到的是 一种链接的作用 这个who呢 就相当于前面的 the doctor Welsh Mountains 注意这里的mountain 加了一个复数形式 它表示山区的意思 而不是具体的 某一座山 seriously ill 注意啊 这两个字之间 有一个连字符号 于是呢 把这两个单词 构成了一个 复合形容词 也就是生了重病的 A seriously ill lady is a lady who is seriously ill 多亏了这架 神奇的飞机 那位病人啊 才能得到 及时的治疗 Thanks to the wonderful plan the patient was able to receive timely treatment 注意Thanks to 在英文当中 就相当于 because of 可以表示原因 获得及时的治疗 我们可以说 receive timely treatment 所以time 加上一个ly 它不是一个副词哦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及时的 treatment 就是治疗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 Fawcett机上 已经载送乘客 到过许多 不同寻常的地方 Up to now Captain Fawcett has flown passengers to many uncommon places 所以up to now 这个我们在 完成时当中 曾经跟大家讲过 就相当于 so far 到目前为止 那么这句话当中 has flown passengers to什么什么地方 这里的flown 它的原型就是fly 所以这里的fly 它是一个 急物动词 表示啊 用飞机 把乘客送到 什么地方去 后面不同寻常的地方 诶 客文用的是 unusual places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说 uncommon places 好 我们继续转述 让我惊讶的是啊 他有一次 把飞机降落在了一个 公寓大楼的楼顶 还有一次呢 他把飞机降落在了一个 废弃的停车场里 It's surprising to me that once he landed his plan on the roof of an apartment block and on another occasion he landed in a deserted car park 所以这句话当中啊 我用了一个句型 It's surprising to me that 所以英文当中呢 先说这件事情啊 令我惊讶 然后再把具体 令你惊讶的事情啊 放在that后面 具体来描述 这也是我们讲过的 先判断 后细节的一种思维 另外最公寓大楼呢 在美语当中啊 用的是 apartment block 或者说 apartment building 另外 废弃的停车场啊 叫做a deserted car park 这里的deserted 用了过去分词 作为定语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 它可以表示 被动的含义 好 我们继续故事的转述 但是 Fawcett机长 不会不经仔细地考虑 就接受 每一个请求 but captain Fawcett won't accept every request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这句话呢 是我们根据课文内容 加上对于机长 做事风格的一种评价 这位仔细的考虑呢 叫做 careful consideration 那么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就是 不经过仔细的考虑 几天前 他拒绝了一位商人 奇怪的要求 这位商人 希望飞到 北大西洋海域的 一个偏远的岛屿 叫做Rock Hall A few days ago he refused a strange request from a businessman who wished to fly to Rock Hall a remote island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这句话的表达 我们也用到了 定义重句 请记住 定义重句的思维本质 我们曾经讲过 叫先判断后细节 也就是说 前面呢 是一个判断句 它拒绝了 一个商人的要求 后面呢 我们再表述 这个商人 具体有什么要求呢 他要求 飞到一个偏远的岛屿 一个偏远的岛屿 我们可以用 a remote island remote 就表示 偏远遥远的意思 课文的原文当中 用的是 longly island 那么这个longly呢 我们说过 可以表示 人际罕至的意思 因为这趟旅程啊 太长 太危险了 所以Farsten机长 没有送他去哪儿 所以在比较正式的英文当中 我们可以用 and therefore 放在两个句子之间 来表示因此 就相当于口语当中说的 so 所以啊 Farsten机长 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飞行员 而且呢 非常在意 他的航行的安全 so Captain Fassett is an experienced pilot and cares a lot about the safety of his flights 所以在英文当中 说一个人有经验的 我们可以说 experienced 好 我们继续 这呢 也是我为啥 向您强烈推荐 他的服务的原因 That is why I highly recommend his service to you 最highly recommend 这个表达 我们在口语当中 也经常会说 表示强烈的推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用全英文的形式 完整的再转述一遍 Now that's the retell of story only in English 转述的场景是 你向你的老板 Mr. Walker 推荐一个朋友 叫做Ben Fassett 他的空中出租车的服务 OK Here we go Hi Mr. Walker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my friend Captain Ben Fassett's service He has just bought a small Swiss airplane called a pilotous porter and now he is running an air taxi service The plane can carry up to seven passengers So it's an ideal choice for short haul trips The most amazing thing about a plane is that it doesn't need a runway for landing he can land anywhere on snow water grassland or even on a plowed field Therefore you can go almost anywhere you want Captain Fassett's first passenger was a doctor who had to fly from Birmingham and to a lonely village in the Welsh mountains in order to treat a seriously ill lady thanks to the wonderful plan the patient was able to receive timely treatment up to now Captain Fassett has flown passengers to many uncommon places it's surprising to me that once he landed his plane on the roof of an apartment block and on another occasion he landed in a deserted car park but Captain Fassett wouldn accept every request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a few days ago he refused the strange request from a businessman who wished to fly to rockhall a remote island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the trip was too long and too dangerous and therefore Captain Fassett did not take him so Captain Fassett is an experienced pilot and cares a lot about the safety of his flights that is why i highly recommend his service to you 好 我们转述完了 其实呢 通过今天的这篇转述啊 我想训练大家 如何用英文 来向别人推荐一个 好的产品 或者好的服务 那么这种能力呢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包括在我们以后的工作当中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在向老板 Mr. Walker 推荐Fassett机长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什么样的一种 逻辑结构呢 首先 我们开门见山 告诉你的听众 你推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刚才的转述当中 我们说 Hi Mr. Walker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my friend Captain Fassett's service 开门见山的好处是 能够把你讲话的意图 告诉别人 这样的话 让他知道你后面讲话的主题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演讲技巧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something 就是我想向您推荐什么什么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你当然要讲为什么要推荐了 Then you have to explain why people should choose it 也就是告诉你的听众 为什么他应该选择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在解释理由的时候 大的思路也是先总后分 Explain general benefits followed by details 那么在刚才向Mr. Walker推荐机长服务的时候 我们讲的总体的理由是什么呢 The plane can carry up to seven passengers So it's an ideal choice for short haul trips 你先告诉了Mr. Walker 这个飞机是非常适合短途旅行的 而这个总体的特点呢 刚好切中他此时的需求要去外地紧急开会 那么接下来呢 你就应该介绍一下具体的理由 具体的特色 Explain the specific benefits 我们介绍了几个理由呢 第一个是 The most amazing thing about a plane Is that it doesn't need a runway for landing 先介绍了第一个最大的特色 也就是飞机起降很方便 可以去很多的地方 所以通常最大的特色要放在第一个介绍 那么第二个理由呢 我们又讲到 Up to now Captain Fawcett has flown passengers to many uncommon places 第二个理由呢 是Fawcett机长他有很多的经验 已经运送过很多的乘客了 言下之意就说他是个老手了 He is an old timer 第三个理由呢 我们说到 But he won't accept every request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He cares a lot about the safety of his flights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有经验 而且呢非常注重安全 并不是一个来者不拒 只顾挣钱的人 这就能打消Mr. Walker对安全的顾虑 最后呢片末点题 That is why I highly recommend his service to you 你看这整个演讲一气呵成思路清晰 首先开门建商的告诉老板 我要向你推荐我的朋友的一个服务 他的服务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适合短途的旅行 那具体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飞机起降方便 可以去的地方很多 第二个Captain Fawcett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 第三个他不仅有经验 而且特别注重安全 所以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向您推荐他的服务 所以你看 如果你能像这样思路清晰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或者说去推荐一个服务和产品的话 那是比较容易让别人接受的 如果Captain Benfawcett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推广员的话 那么他的业务一定是蒸蒸日上的 下次呢 如果你有机会像一个外国朋友 用英文介绍中国的一个产品或服务的话 你可以参考今天东信老师教给大家的思路和表达 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样的一种 presentation skills 演讲技能 或者说communication skills 沟通的能力 I hope you can master this kind of presentation skills or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recommend our Chinese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foreign friends 好了今天的故事转述演练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That's all for today's Story Retelling 如果您觉得课程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邀请您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课程中来 让我们一起攻克英文 Let's conquer English together 下一讲我们不见不散 Bye for no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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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